觀塘到處是人 九龍灣的街道亦欺來讓往 旺角更加是旺中之旺 沒有最多人 只有更多人 尼頓道例派人逼人 這是因為現在可以放心出街 所以球鞋街店 見到不少人都買回鞋子 今天是放寬防疫措施的首個星期日 加上復活場格數字沒有反彈 天氣又好 全城出動 向疫情展開瘋狂大報復 感覺像我香港 因為我自己的工作是不定時的 經常見不到街上有人 我是很晚或者會做 所以現在有機會見到更多人 都可以的 開心的 配了這副眼鏡 剛剛拿的 昨天配 三副鞋都買了那些 現在的時間最好是買冷氣 剛剛好 吃飯可能幾百元左右 買個電話殼 我想都是那些衣服、西褲吧 天氣這麼熱 最好躲在商場裡 旺角這個商場被人潮所包圍 觀塘這個下午兩點 已經有極多極多人群聚集 人多,還有消費多 個個不節省錢包,很爽手 而這間賣包包的店舖 價錢定位不算很高 吸引不少男士買來送給女朋友 女士更加是瘋狂搶購 防疫措施放風之後 人流的話明顯有一個增幅 大約有雙位數字的增幅 明顯客人的購買意欲多了很多 他們都很願意去選多幾件貨品 或者很爽快就說要一個袋 生意的話,我們的品牌 其實增長也有雙位數字 戲院亦有不少影迷 聚集買票和等候入場 全疫的場次亦都接近霸滿 全開了,當然很多 我兒子昨天馬上去看 尖沙咀那間看 電影都等了很久,想看 螢幕都比人大 家裡的比拚不到 因為真的之前太久沒有出過外面 由1月7日開始 公司停的時候 我們已經停了,沒有出街 就是想來看電影 終於看電影 有的心氣就全部都可以看 等了一個月時間 幾個月時間 戲院當然好一點 怎麼這麼說 那些HIFI什麼都好一點 在家裡看不同的感覺